从今天开始啊 咱们就正式的开始讲我们这个课程了 后面那个同学把门关一下 他们是这样子好听一点 那么在这之前呢 大家伙啊 在好像也听过一段时间 这个杂瓦的基础 那么鉴于咱们大尔 有一部分同学是新来的 还有他们没有什么基础 所以说我这个基础呢 还要给他再过一遍 如果你以前知道呢 你再听一听 你看看这个老师他是怎么讲的 加深一下印象 咱们这个学技术呢 不怕就是把这个细节扣一扣 把基础再夯扎实一点 这样也好 这样也好 OK 那么现在就开始往下走了 咱们今天第一天的内容啊 我是这么安排的 第一个呢 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课程的介绍 也就是说 J2SE这一块 这个韩老师这边给大家主要是讲什么东西 讲哪些个案例 因为一般来讲呢 我们在讲这个课程的时候 都是用这个案例和项目来演示的 这样呢 你可以把知识点 融入到项目里边 你就知道 这个知识点在项目里面怎么使它 而不是一个孤立 每一个孤立的那个 一个一个的知识点 毫无生命力的放在那 而是把它用到一个项目里面去 它就有生命力了 你就知道 它是这么回事 就好你取了一招 这个什么 猴子栽桃 你知道怎么使它 第二个呢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杂瓦 必要的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杂瓦 这个很快啊 一下就过去了 第三个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杂瓦开发工具 就是有哪些杂瓦开发工具 第四个呢 我们介绍第一个程序 Hello 就是通过这个 我其实不是要讲这个Hello World是怎么打出来的 主要是要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这一个杂瓦程序 它后台 它以运行 它打印出Hello World 它后台发生了什么事情 换言之就是我们把杂瓦这个运行的原理啊 跟大家介绍一下 它是怎么编译的 然后又是怎么运行的 它为什么又可以跨平台 跨哪些个平台 咱们都要提到 最后一个呢 我们就开始来讲杂瓦的基本语法 这些呢 一般来讲这个在 因为大家有一些基础 所以说今天一天就可以全部走完 但实际上啊 即使像那种书上 他要直接讲到我们这么多东西 他要讲两三个章节 所以大家还是要认真听讲 好 就往下走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课程的介绍 课程介绍呢 就是杂瓦这一块 就是杂瓦基础这一块啊 准确的说杂瓦基础这一块 按照这个课时的安排呢 我们大概是十五六天的时间 主要主要要讲哪些个东西呢 第一个呢 我们要把杂瓦面向对象编程 这个思想给大家 给大家介绍一下 而且呢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面向对象编程 牢牢的树立在自己的脑海里边 这是最基础的部分 第二个呢 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杂瓦的图形界面编程 这一块呢 主要是讲一下思维 但是图形界面编程呢 在目前这个软件公司用的不是很多 其实你会发现这个 杂瓦在图形界面并不是他的强项 并不是他的强项 而且实际上在软件开发中呢 用杂瓦来做这个图形界面 就是做了一个界面那些呢 用的不多 一般是什么来做呢 像Derfi Derfi这个语言号称界面之王 他的界面做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很容易 还有一个叫VC的那个桌界面 也相当的好看 所以说杂瓦其实真正的强大 是在做后台 这点我跟他说一下 但因为图形界面不讲呢 你好多项目没办法做 所以说我还是要讲一下 然后呢 就是杂瓦数据库编程 数据库编程这个不用说了 一个项目 如果说他不和一个数据库发生联系的话 那你这个项目基本上没有什么价值 你想一想 现在哪些个哪些个这个项目 不和数据库发生联系呢 你的用户名要存放起来 你的一些信息资料 也要和数据库进行交互 你要从数据库去 那么这个在杂瓦讲数据库编程 这一块呢 我们在基础这一部分 先给大家推荐一个 现在用的比较流行的一个数据库 就是微软 微软公司的那个Sick Solo Sick Solo 那一块的这个数据库 那么后面呢 我们还给大家讲那个Oracle数据库 那是Oracle公司出的 当然这点我要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目前这个上公司啊 已然被这个Oracle收购了 而Oracle是在2009年 92月份左右的时候 把这个上公司收购了 所以现在Oracle成了一个 和微软相抗衡的一个 这个软件巨头了 因为它有自己的数据库 它还有自己的这个服务器 它还有自己的这一个语言 就很牛了 所以将来这个 我觉得微软和Oracle 这个他们的这个竞争 不可避免啊 当然我们学甲瓦 我们希望Oracle赢 对不对 Oracle赢呢 我们这个将来就是会更好一些 当然不管谁赢了 这个软件行业 它可能是要存在的 第四一个方面呢 我们给大家讲这个 甲瓦的文件 IO流这一块的 就说甲瓦语言 它怎么去操作文件 怎么去操作文件 然后呢 我们再给大家讲网络编程 网络编程这个就是Socket编程 你比方说QQ 是吧 这一块呢 我们借助于QQ这个及时通讯软件 就可以把网络编程的知识点 给大家讲到 给大家讲到 当然这网络编程 那是相当重要的了 你比如说 你要传递一个信息 要传递一个文件 文件共享 你比如说你QQ传一个文件 给对方 他来接收了 这些都要靠网络 传递过去 比如说视频 语音 VOIP这块的技术 全部都要通过网络 好 走 当然这个像QQ 它设计的技术很多了 它还有设计到这个安全加密 解密 等等 那东西就特别多 我们主要是说的 网络编程就通道 这块是怎么走的 第四个呢 我们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甲瓦的多线程 你看啊 这个 大家可能小时候都玩过这种 坦克游戏 也玩过这种 像这种飞机游戏 你看这 在每一个坦克呀 它实际上 大家看它有自己 独立的那个运行的曲线 它有自己独立运行权 那每一个坦克 但为什么这个每个坦克 它会自己跑起来 而没有 你没有控制 它在跑呢 这就是因为 它每一个坦克 就是一个县城 它有自己的 一个生命中 其它有自己的一个状态 这地方呢 我们到时间 我会讲一个坦克大战 这个坦克大战 其实在很早以前 我们这边就有人做了 你看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 这个坦克大战 怎么样 看我这 应该有这个项目 项目很多 因为以前也讲 点耐特 就说 Sharp也讲过 但主讲还是 Sharp意义了 以前在这个地方 一些比较好 一点项目 大家可以看一看 先Low E 这是老早以前 一个学生做的 做的还不错 看一下 先看看这个样子 这一打呢 它就有不同的坦克 你看这个子弹 每一个子弹 也是一个县城 你看他打出去 我就打中他 你看他没有 没打中 你没打中 但是我没有放弃 我上去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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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被他干掉 这不像话 你看我出来的时候 我有一个钢盔 大家看到没有 这钢盔的 一下就没了 我可以加长一点 我在陈希腊 稍微一改过后 我就无敌了 我觉得他就永远打不死我 那么这样 我就还有六颜色的坦克 很多很多 还有封关 一共有 你看这打完逆过过后 这一个 这个坦克呢 他就 我还有几个坦克 敌人还有几个坦克 都显示出来了 这后面还有很多 他一共有二十来关 那么这个关 他是怎么做的呢 后面我们也会讲到 OK 我们通过这个坦克游戏大战呢 主要是来提高 大家学习的一种兴趣 而且呢 确实我感觉 这个游戏 你能做出来 你对甲巴编程 就是面相对象 这块理解的特别透 因为他每一个都是一个对象 他每一个都是一个对象 你自己是一个对象 敌人坦克是一个对象 墙也是一个对象 这个 这个是水 也是一个对象 这个钢甲也是对象 子弹也是对象 通通你会发现 甲巴真的是 他是靠对象 在他那个整个程序里面运作了 好 当然了 对面还有其他的项目 我就不一个个的演示了 不一个个演示了 就这么 如果还有满汉楼管理系统 这个呢 是一个真实项目 以前一个学生 他以前是参与系统的一个经理 他也跑来学这个软件 然而他刚好认识一朋友 他们要做这个满汉楼的这个管理系统 做的很很漂亮 现在已经在那个呃 北京有一个 有一个叫老北京杂店面 他们那个公司已经开始运作了 还卖了不少钱啊 一套系统也能卖个好 好几千块钱 我相信现在这个做的也不错的 OK 那么这是一个项目的小小的演示了 接着我们往下看 那么这么多些东西 你要自个人做的话呢 就必须要把前面的基础打 打结实一点 接着往下走 我简单介绍一下 假瓦是什么 以前学生的假瓦能吃吗 假瓦不能吃 假瓦是种语言 OK 假瓦是种语言 那么大家看这有个这个图标 这是假瓦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图标 一杯咖啡冒着热气 然后呢 这个一看就是 假瓦的这种 这个这个 这种logo 那么假瓦是一种语言 我简单介绍一下 什么叫语言 这个概念啊 但有些同学肯定知道了 语言肯定大家都知道 我们问 我问大家一句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啊 是靠 比如说中国人和中国人交流呢 它是靠汉语 我说一句话你都知道了 比如说我说这个挑战自己 挑战自己 大家都知道这什么意思 因为你知道这是什么含义 那么你跟计算机说这句话 他就听不懂了 比如说你就对着这个 我的这个IP 对着我这个电脑 你说给我编一个程序 他听不懂 为什么 因为他不扔这句话 所以说计算机 人和计算机要交流 就要靠什么呢 就要靠编程语言 你就通过编程序 这个程序呢 就是你给这个 你给这个计算机下达的一个指令 他就认这个编程语言 所以说人和计算机交流呢 就靠编程语言 但实际上这个编程语言很多啊 编程语言很多 目前在世界上 这个编程语言多达上百种 现在用的最多的 我这有个 哎呦 我看看啊 我这能上 咱们能上网 我们去看一下 现在目前夹了这个流行度啊 是排在排在第一的 编程语言排行榜 2009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好像这吧 大家要知道这个编程语言非常的多 像大家比较熟悉像C啊 C++啊 就甲瓦 那么我们看看 现在用的最多的是哪一个呢 最流行的是哪些呢 稍微有点慢速度 可以 好吗 看啊 是的 不停 编程语言排行榜是个白板 我什么都看不到 好了 这个就看不见算了 现在甲瓦排在第一的 紧接其后就是C 再排在以后就是C++ 再排在其后就是VD和Durphy 所以说 它这个流行度是很多的 尤其像在中国 这个甲瓦 深受广大任何的欢迎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学的就是一门语言 大家要知道 接着我们往下走 接着往下走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来看一个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甲瓦之父 咱们学一样东西啊 不能忘本了 咱们得知道甲瓦是谁设计的 对吧 你看少林寺和尚 学功夫之前 必须要有一个普及教育 就是他们的达摩祖师是怎么来的 这个少林武功 他怎么来的 渊源咱们了解一下啊 这个甲瓦语言 它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小故事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大家看到 这个大胡子 长得非常的可爱 长得非常可爱 有个像熊猫 这个呢 就是高斯林 高斯林 这个人呢 是上公司的一个副总 上公司副总 这个人非常厉害的 他这个加了语言 他是怎么来的 是这么一回事 在这个1990年的时候啊 上公司启动了一个项目计划 叫绿色计划 这个计划想干什么呢 大家可能都知道了 很多老师在讲的时候 都会提到这个 他当时主要是想写 写那么一种语言 去控制这个电视机上的基顶盒 就好像说 我在这个基顶盒里面 签了一种语言 能够控制这个基顶盒 怎么去运作 他是这么一种东西 这个当时这个地方呢 这个语言没有取名 没有取名 于是呢 在他随着后面的发展到92年的时候啊 他们发现基顶盒这个市场不大 于是呢 上公司决定决定转了 他怎么转呢 他决定把这个语言用来去控制 家用电器 就是在家用电器里面嵌入这种语言 去控制这种家用电器 比如冰箱啊 电视机这种 其实现在大爷也知道你 家里边用过人 就比较智能的这个 电射水器啊 用过那种比较智能的 像孩儿比较高级的那种洗衣机 你会发现他能够进行一定 一定程度的编程 比如说我定多少时间 他就停止 然后呢 停止完了过后是干洗 是这个脱水呢 还是继续瓢血 还是继续进水 是不是大家 大家可能有些同学用过这种 他是可以编一定程序的 他实际上就想做这么一个东西 后面呢 这个因为这个语言没有名称 于是呢 这个高兴他们决定取个名 取个什么名称 叫奥克 因为在这个上公司 他们是在这个美国硅谷 在硅谷那一块 硅谷那一地方 最多的一种植物就是橡树 于是他们就想 这个名字就叫橡树好了 但是呢 除了这个发展 不过这个甲瓦进一步的发展 橡树这个名字呢 他们觉得不太像一种编辞语言的名字 于是决定再改名 他们首先想到一个名字叫什么 叫斯利克 就是丝绸 但是在美国这个注册的时候 那边不让他注册 因为这是一个专业 专业术语 最好像一个小孩子生下来 过后叫毛泽东 那是肯定不让 不会让你取这个名的 这是一个专业术语 于是他们就 在想名 因为这个美国的一些的程序员呢 他们特别喜欢喝那个咖啡 那么咖啡产地最好 就是印度尼西亚 有个有个岛叫抓那岛 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一个岛 与人口也比较多 于是呢 他们就顺口就叫 就叫杂瓦 听起来就很舒服 大家看杂瓦一听 一看这个肯定不是个英文词 但是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就是 一英译过来的 就叫杂瓦 就这么来的 那么到那个时候 杂瓦还是不为人所知 在九四年 九四年的时候 中国基本上很少有人知道杂瓦 更别说用杂瓦了 如果那个时候你在 你就会杂瓦的话 那你就是杂瓦专家 你会打个hello world就不得了 真的 那不开玩笑的 我记得在那个 九七八年的时候 网页刚刚盛行的时候 能写静态网页的 就是html那种 最简的那种网页的 就一个网页 能挣大概两千块钱 你想一想 就说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真的 你讲的 你讲的 会一点技术 那就真的很好找工作 我记得我们那块 跟学生培训的时候 稍微早一点时间 零几年 像零四年 零五年 那个时候 如果说你会杂瓦 会一些什么杂瓦 意义 会一些什么VC 找工作 非常的轻松 但是现在主要是 大家也知道 这个人 中国什么都不缺 中国什么都缺 最不缺的就是人了 好多人找工作 好多好多人 所以这个成本就一下子就降下来 工资也不好 上去了 然后呢 人也多了 是这么回事 那么这个 加了 它是怎么流行起来 是一九九四年 高斯林呢 他参加了一个硅谷大会 演示了一下 杂瓦的这个功能 震惊事件 那当时他做了一个什么呢 他做了一个 用杂瓦写了一个浏览器 叫HOT杂瓦 可能有些东西 就是HOT杂瓦 那个他演示的时候 他把他笔记本打开 然后呢 用他一个浏览器 输入了一个地址 一回车 哇 好多人看到那个一个网页 那个网页有些图片在动 因为当时的网页 全是静态的 只有文字 即使有个图片 也是那种静态的 不能动的那种 他从遥远的一个服务器 把一个信息带过来 那个一个图片 在网页上动起来了 飘起来了 哇 那个时候 很多人就觉得太震撼了 但是光震撼不够用 这个 要不怎么说 这个上公司 他们很聪明 他一旦有了影响过 他马上就架了一个服务器 FTP 服务器 免费供大家下载 不收钱 如果一收钱的话 可能就没有今天的夹娃了 不收钱 大家都下载 一下子 大家都用 都用 怎么样 就越用越 大家因为越多就越多了 因为你也用夹娃 我也用夹娃 大家都认可了 就好像现在QQ一样 马哈腾做他QQ的时候 在2000年的时候 都遇到一个寒冬 他当时就想把这个腾讯 卖给谁啊 卖给这个 卖给新浪 新浪当时还不愿意买 卖的好像是100 好像是一 他想卖100万还是多少 但当时那个王志冬说 只要50万 只给50万 所以就没成 结果那个2000年以后啊 他马上就拿到一个投资 风头 然后整个这个腾讯就发展起来了 如果当时他卖的话 就没有今天的腾训币格了 就这么回事 所以说他这个 架了一个服务器 就让大家免费下载 免费下载呢 就就越来越流行 越来用的人越来越多了 那么正是上公司推出 加把第一个版本 是95年推出来的 当时呢 那个名字叫JDK 1.0 那随着这个什么呀 随着这个发展 到目前呢 JDK已然到了7.0 它是什么时候取的啊 JDK是1.0 1.1 1.2 1.3 1.5 到1.5过后呢 它不叫1.6了 它直接叫6.0 后面就叫7.0了 为什么呢 因为微软 应该升级的很快 是吧 应该动不动2.0 3.0 结果家伙还在那 不行的1.几 1.几 它感觉到太亏了 它想来一下 就是按那个1 加 就这么一回事 大家这小玩笑 大家就知道 以后你不要再去找1.7了 找不着1.7 没有1.7 它是 以后就叫7.0 8.0 这样子了 这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杰瓦的 这个 它是怎么来的 一个小故事 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 为什么取名加吗 不说了 是杰瓦岛 杰瓦岛 就是一个小风景 结了一个土 挺漂亮的 反正就是 有点类似于像那个 马尔戴夫那种城市了 这是一个岛屿 就是沙滩 海浪 还有老船长 那种那种小地方 很舒服 这个杰瓦开发工具有哪些东西呢 杰瓦开发工具很多 如果你足够的强悍 你可以用记事本来写 你可以 全部都可以用记事本开发 当然这是不现实的 如果说你在公司里面 全部用记事本来开发 你没有疯 老板也疯了 是吧 你想一想 全部用记事本 还太恐怖了 没有必要 但是呢 我们在学习期间啊 我们这样开始的时候呢 老师会用一段时间 记事本 为什么 待会我会解释一下啊 除了这个记事本过后呢 我们在曾经还有一段历史是用JCreator 当然这个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 我记得我们大学那会儿就用JCreator来做杰瓦项目的 JCreator过后呢 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JBuilder 博览的公司出的JBuilder 不过这个东西呢 也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有一个更强悍的工具 把他推药 就是Eclipse 这个Eclipse是IBM的一个开源社区做的 后面他无常的捐献出来了 好像当时投资是3000万美金开发这个工具 免费给大家用 而且这个工具非常的好 另外呢 还有一个上公司他自个也推了一个 推出了一款这个 加瓦开发工具叫NetBeans 在你们这个学生 在你们机器上能够看到这一款 那么这么多工具 现在主要用的最多的呢 目前软件公司用的最多的还是Eclipse 所以这一款希望大家就是知道 我们最终还是用Eclipse来开发 这是他的一些图标 这是他的一个图标 好 接着咱们往下看 特别我要说明一下 如何选择开发工具 在开始讲杂瓦基础的时候呢 我会有那么一天两天的时间 我会选记事本 告诉大家对杂瓦有一定了解后呢 我们再使用Eclipse 这个高级开发工具 因为这个高级开发工具呀 好是好 但是他他隐藏了很多的细节 你会感觉到好像有些东西 你会感觉到有些东西你抓不住 好像不能驾驭一样 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 他把一些细节东西就给你隐藏起来了 最好问大家都用过那个 日本的像那个 一些相机 傻瓜相机 你看啊 你一拍 他闪光了 调教就给你自个做了 你不知道他是这个原理 但实际上 实际上一些那个摄影的高手 他一般都不用这些 他都用自己来调教的 是吧 自己调教具 然后呢 曝光时间多长 他根据他拍摄的这个 呃 物体是运动的 还是静止的 还是晚上还是白天的 还是黄昏的 他自个来调这个呃 调这些东西 呃 所以说呃 如果我们用傻瓜相机 用久了过呢 我们就傻了 开玩笑啊 就是你用傻瓜相机 都是针对那种初级用户的 我们呢 先用一段时间记事吧 可能也就最多两天 然后呢 我们就过渡到高级工具 好 为什么呢 一个深刻的理解 达巴技术 培养代码感 这个这个代码感啊 一定要大家记住 这个一定要培养起来 这个写代码有感觉 敲起来就像行云流水一样 一边敲代码一边唱歌就好了 外国人都很舒服 你看有些老外写久了 他从小就是 扮着计算机长大了 那小孩子 写记写代码就跟咱们喝茶一样 一边写代码一边唱 卡拉OK是吧 很有意思了 一边唱 今天我好快乐 那我们中国人刚开始学的时候 一边一边学一边唱 哇 好痛苦啊 第二个 有利益面试 这点是更重要的 因为将来咱们面试的时候呢 往往别人就会给你 一张纸和一纸笔 让你在这个纸上写 他很少说让你在一个 在这个什么呀 在这个工具上让你写 他主要是看你这个 加拉的基本功怎么样 好 所以说你看你 我相信大家在听那个 你前面那位老师讲的时候 他可能开始也是用记事本写的 慢慢慢慢他会过渡过来 就是这两个原因 导致我们应该先用一下 这个低级工具 再用高级工具 OK 接着往下走 好 我们现在呢 就进入这个正式的一些讲解了 我给大家先推荐一下 加拉语言的特点 加拉语言特点其实很多 你在网上一搜啊 可能搜出来 他有十个特点 十一个特点 但是我觉得太多了 反而大家记不住 也没有必要 我们就简直的紧要说 咱们去出取经 咱们就把这个最重要的东西拿出来说 第一个首先 加拉语言是简单的 当然我说是简单 是相对的啊 就是相对别的语言来说 它是比较简单 容易找到的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伙在学习的时候很喜欢用这个夹网 因为比较容易入门嘛 比较容易学 第二个 加拉语言是面向对象的 它是面向对象编程的 当然现在面向对象给大家说啊 你们大家可能还没有太多的感觉 如果随着后面的讲解 我们会跟大家说就是面向对象的 它是面向对象的 第三个大家应该知道 加拉语言是跨平台的 跨平台这个意思啊 有些同学曾经问我 问过我说 平台是什么意思 平台不是桌子啊 平台是什么呢 在我们就说跨平台 就是指跨操作系统 大家要知道 我们经常用windows操作系统 但实际上呢 操作系统很多很多很多 现在比较 现在大家可能知道的 有这么几种苹果 有些人知道苹果这个操作系统 苹果操作系统 它最牛的是什么呀 它是做了一个绘图 你看专业的美工平面设计的 都很喜欢用苹果机 那个色彩非常的艳丽 非常艳丽 像美国那边呢 像搞平面设计的 基本上用苹果 苹果操作系统来做苹果机 好非常漂亮 就是Apple 那么还有一种操作系统 就是windows操作系统系列 像windows什么2000啊 98啊95啊 就是windows这个 就是微软这个操作系统 还有就是像Lininkus Lininkus 当然这个Lininkus呢 大家可能有些同学听过 像是红帽呀 SUSI呀 还有像这个红旗呀 TuberLininkus呀 很多了 它这个下面也是一个系列 就好像我们说windows操作系统 windows操作系统 其实你说windows操作系统 就意味着它可能是XP 也可能是2000 也可能是2013 Lininkus的系统也是一样的 当然如果你们将来参加工作以后呢 你们可能还会听说一个叫 unix操作系统 那个就是电信级的操作系统了 比如像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 它一般都是用的像这种 unix操作系统 因为它的性能更加的强悍 像Solaris上公司 Solaris IBM的I IBM的X 这些操作系统都非常流行 到那个时候呢 你档次就已经上去了 不过现在大家还没 还没到了个层次 我就给大家提一句 最后 甲瓦是高性能的 你光简单 你光这些这个人跨平台 如果你性能不够好 也没人用 也就是说甲瓦功能很强大 性能很好 其实这样一些原因呢 甲瓦比较流行 当然你在网上可能还会看到 甲瓦一些其他的特点 我就不一个个的说了啊 我就不起什么C那些东西了 咱们接着往下看 好了 现在呢 我们了解了一下 甲瓦的一些背景过后呢 我们就来看第一个程序 甲瓦的高手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们第一个程序 完成一个非常简单的功能 在控制台输出 事件已好 这个很简单 但是呢 我们主要通过这个案例啊 给大家讲解 甲瓦的运行原理 走 俗话说得好啊 功率善其事 必先立即器 我们要做甲瓦开发 我们要能够运行你的甲瓦 这个程序 就需要安装和配置 一个叫JDK的东西 JDK的东西 就好像什么一个行业呢 说你买了一台电脑 你想上网了 那大家都知道 你要上网 你必须要按一个软件 叫什么呢 叫浏览器 不是按一个 可能他都自带了 就说你必须要有一个 这个软件叫这个浏览器 没有这个浏览器是不行的 是吧 你比如你想聊天 你给下一个QQ 才可以聊天 你不能说我有电脑 我就想干吧 就干吧 不是那么回事 我们首先得装一个JDK 那么既然是JDK 我讲到的这个JDK 是什么东西呢 咱们得给大家说一下了 JDK的全称用这个英文说是 Java Development Kit 是叫做 中文的意思是 Java开发工具包 Java开发工具包 没有这个东西呢 是不行的 那么JDK 第一句是他全称是这个东西 我还要给他介绍 JDK是上公司开发的 但是实际上呢 有些别的公司也在做 像IBM也产JDK 甚至微软也做过JDK 这个就是不可理解 人语言是上公司 但别的公司也在做 但是真的是这样子的 IBM也有他的这个JDK 开发工具包 然后JDK包括哪些东西呢 JDK包括三个部分 JRE 一堆Java工具和Java基础类库 我这个大家画一个图来演示一下 我跟大家画一个图来说明一下 这个JDK包含哪些东西 OK 我把它打开 画图工具 画图打开 假设这一个呢 是我们的JDK 假设这个是我们JDK 我跟大家看一看 JDK 那这JDK里面主要包含了三个部分 三个部分 一个部分 两个部分 三个部分 哪三个部分呢 第一个 第一个部分就是 就是这个JRE 就是Java运行环境 我待会还具体解释 Java运行环境 第二个部分 就是它的一堆工具包 它有一堆自己的工具包 这个工具包呢 我说它所要是包含哪些 Java的 工具 比如说 像这个Java的 Java的什么呢 Java的这个 编译器 编译器 这个编译器 比如说最经典的 就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说的 Java C.exe 还比如说 Java的解释执行器 这是它最重要的 假设执行器 是 就是我们同学说的 Java.exe 这两个是它最重要的 第三个部分是什么呢 这个就很厉害了 就是它的一堆内裤 它的内裤 好 内裤 那么这个Java内裤里面 它目前提供了有多少个内呢 这个内如果现在没有概念 不要着急啊 你先知道有一堆内裤就行了 就好像是一个 是一个冰 好像是一个武器 弹药库里面有很多这个 子弹啊 枪支啊 那些东西 没有这个东西 你干不了活 现在一共有3600个 多啊 多 而且还是多 现在随着Java这个发展呢 它的内还得不停增加 那有些东西说 我说这个假如有3600多个内 那我们这个要学合年合月啊 我给大家算了一下啊 如果说我们一天 我们一天学一个内的话呢 我们学十年就学完了 再算 刚刚刚刚刚差不多 十年 大概是不可能的 其实我跟大家讲啊 即使是一个假瓦的高手 甚至是JDK的设计者 他也不可能把3600个的都搞定 那么现在常用的呢 就150多个 只要我们能把这个常用啊 常用的 常用的内 我统计一下 也就150多个 150多个 那么只要我们能把150多个都 都把它掌握了 做开发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所以说这压力一下就减下来了 那有些人都说了 这个内库我们怎么去查询呢 不要着急 我们这儿有给大家共享一个 他的 他的一个帮助文档 后面我们 我会经常用到这个东西 相信你们可能也有了 大家看到所有类 从这开始一点 这是他所有类 一大堆 当然我们不可能全部学完 那么这个 后面我们在学习到的时候 要用到什么类 用到什么方法 我都会带大家来看这个 API规范 他的一系列这个帮助文档 我们要学会用它 一个好的程序员 加了程序员 一定要学会用 用这个帮助文档 你记不了那么多 也没有必要记那么多 你那样的话 你太累了 天天都在记这些东西太累了 但是呢我们要记住一些常用的 常用的当面的基础 好了 大家明白这个道理 过后呢 我们说 如果你在网上下载 可以直接到这个商公司 上的这个网页去下载 也可以搜一下 就能搜到好多好多 你比方说 我带大家走一下 教大家用一下 一般来讲呢 你到Google上去搜 Google一般他会干什么 他会把他的官方网址 放在第一位 这样你就不乱了 比如说JDK 你看这下面有很多这个说法 JDK 比如说我写一个6.0下载 看这一回车 然后你就直接到这边去下载 最好找他官方网址 不要带东西 不要带东西 可能就能吃了 你看 这一下就收到他的官方网址了 你进去过后呢 根据根据他这个选择就可以了 他会有不同的选择包 你自己进去看一看就OK了 你看这个目前7.0虽然已经出来 但是网上现在流行的也是6.0和5.0 为什么呢 7.0太新的东西 我们都要观望一阵子 所以说现在我们我在讲课的时候 用的是JDK 6.0的 希望大家这个人记住一下 好 现在我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JDK的安装和配置 但大部分同学都已经知道了 我快速的给他走一遍 快速的走一遍 当然因为我现在已然装过了 所以说我先啊 先给他卸载一下 这有我的白板 演示JDK的安装和配置 你事先要下载一个 下载呢 我这有了 我这下了一个JDK 6的 JDK 6的 但是因为我已经装过了 所以说我一般情况下先把它卸载一下 再简单演示一下 咱们尽可能快一点 这话我也不想耽误时间 要不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吧 我这也不演示安装了 我就跟他说一下安装怎么安装 其实安装基本都是傻瓜式的 重点给他讲一下配置 就这样安装 假设你没有还没有这个 你就双击它 你看他在他说你已经装了 他是重新装 那就重新装吧 你看他这写的是6啊 因为我们照顾一下 有些同学他没有学过 有些同学说我这个都都装了好多遍了 那有些东西他一遍都没装过 所以老师的那个什么 照顾一下 大家理解理解 我把这些不要先关闭一下 解释一下我的内存 好的 你看 这地方有一个许可证协议 但你这地方如果拒绝的话 他会不让不让你装的 所以你没有必要看 你必须点接受 然后这里面他会有几个呢 自定安装 他首先说 他这里面有四个组件 开发工具 演示程序和样力 以及原代码 还有公共JRE 公共JRE 那么有些东西说 这个 这个 这四个东西 你装什么呢 如果你不懂的话 你就全部装上就可以了 但实际上呢 我为了节省一下空间 我不装这个演示程序 和这个原代码 因为我没有必要装这个 我就装这两样就OK了 就是两样就OK了 当然你如果决定 不想装到这个C盘啊 你可以在这更改 你的这个路径 你可以装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说我这干脆啊 我就为了不破坏 我以前那个环境 我干脆单装一个 我单装一个 我取个名字叫 mygdk好了 这样呢 他会自动给建一个文件夹了 好 装到这 走 OK 换言之就是说 咱们在一个电脑上面 可以装不同版本的JDK 也不是说 不是说好像就只能装一份JDK 你也可以装多个JDK 但是你不能装到同一个 同一个地方 装到同一个地方 他就怎么样 他就给你覆盖掉了 装的时候稍微有点慢 这快了 比Oracle快多了 Oracle一装 这装好 看 他说 他又检测到 你曾经装过公共JRE 那这个吗 有些东西就会晕得说了 这个JRE和JDK 究竟是什么区别吗 我等等简单解释一下 到后面再解释吧 我先把这个 待会我再解释 JDK和JRE有什么区别 好 先把这个装上再说 OK 你看 这个时候呢 他又说 你把这个JRE装到哪去 那有人会说 你刚才已经装了JDK 怎么又装JRE呢 是这样子的 JDK是这个程序员做开发的时候 必须要的 大家可应该想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开发了一个JDK 你在你的笔记本上开发了 你肯定是要JDK的 你把这个程序开发完了 功能 你想到张三的另外一台电脑上 去运行这个程序 大家考虑一下 对方 他是不是一定要装一个JDK呢 不需要 但是他必须要装一个什么呢 他必须要装一个JRE 你的假瓦程序才能跑起来 就这样子的 一个是运行环境 一个是开发环境 你这么理解 但是呢 我刚才又说到 我刚才又说到说 这个JDK已然包含了JRE 这就意味着 其实你装一个JDK过后呢 你装一个JDK 他也把这个JRE 也给你支带了 也给你支带了 所以如果你在你的用户 比如说你将来开发一套假瓦程序 你到你的用户去装的时候呢 你就不需要装JDK 而直接单装一个JRE就可以了 是这样子的 你没有JRE 你的假瓦程序是跑不起来的 没办法跑起来 好 这个地方呢 我就也换个调子 也换到我的那个D盘去 因为我刚才 我干脆就把它全部放在这 我写个JRE OK 我就放到同一个调子 好 走 这个很快就装好了 我这叫做 我好 这个 我 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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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 大家 好 现在呢 我就安装撤离的成功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当你安装成功过后呢 你会发现在你这个指令的 MyGDK里面有这样几个东西 你看这就是你的 其实这个应该是 单装一份就好了 你看这个GE 大家看到这个GE 是吧 这就有个GE 这是你的这个 刚才我们装的GE 那么我们再进去看看 这是B Lab 这是它的一些投文件 投文件 好了 这就是我们安装好的东西 然后呢 这个做完了 你就要开始配置了 我们再看一下如何配置 配置我相信 这个好些同学都知道怎么配的 我们这样来配置一下 先是安装 安装我不说了 接着我们看一下配置 配置 其实你要这么去配置 配置是要配置一个环境 是在 环境 添加一个环境变量 添加环境变量 即可 大家可以看到 当你安装完了过后 如果你不做任何的配置 你会发现在这 你是运行不起来的 我现在 你打一个假瓦 一回车什么都没有 你打假瓦C 它也不会有任何反应 因为你没配环境 它不知道怎么去找 当然我现在回车 肯定它是能找到的 因为我这配过 我该说一下怎么配 点这个系统属性 里面有一个高级 里面有一个环境变量 在这里面呢 你只需要加一个Path 比如说 打个比方号 我先删除一下 我给大家自己再新建一个 PATH PATH 然后呢 你找到你想用的那个JDK 因为你这个机器上 可能有两份JDK 或者三份JDK 那你想用哪一个 你就指定是哪一个 就可以了 你比方说 现在我想用 我想用这个C盘下面的 或者D盘下 假设我想用C盘下面的 当然我也可以想用D盘 这个随意 如果我想用C盘下面的 我就找到 我曾经装过的 这个JDK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删掉了 好像 行 那现在没办法了 现在我只能去用这个D盘下面的了 因为 它好像还是把它删掉了 我找到这 B 直接配这个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啊 这里边 就相当于说 在那个Path 就是路径的意思 就是说 告诉这个电脑 去哪 找我的这个 找我的这个程序 你看这下面 必然有一个 必然有一个Java 必然有一个Java.exe文件 这个就是我们的 解释执行器 必然还有一个JavaC这个程序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Java编译 编译程序 那待会我会说一下 什么叫编译啊 OK 你现在只需要把这一句 把这个路径复制 拷贝到这里去 确定 然后再确定 然后再确定 这个时候呢 大家会看啊 我打Java 它就有一系列的提示 它有一系列的提示 然后你再打JavaC JavaC他们也找着啊 配好了 JavaC 看这个路径它怎么 这个覆盖安装 就是比较危险啊 这覆盖安装一下 它会把这个路径给破坏了 看看我直接在这来找 看看啊 这能找到 这能找到 为什么它找不着 这个JavaC了吗 哪个 忘了一件事情 这个JDK啊 这个CDM要重新进去一下 不然的话 它不去找这个路径 但是找着了啊 我在哪都能找到 昨天我还专门给一个同学 解决这个问题 我就自个都忘了啊 Java找着了 JavaC找着了 其实刚才没问题啊 是因为我刚才这个 这个CMD就是一个控制台 就到时这个地方 我打开了 我如果不关闭的话 它不去认这个新的路径 它不到了去找 明白这意思吧 就错了这么一点 OK 大家现在知道 这个都安装好了 那么我们接着往下走 接着往下走 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写我们的 第一个程序 我们来演示一下 OK啊 我们先写一个 Hello World 第一个案例 编写 第一个 Hello Java程序 这个程序呢 非常简单 写个Hello World 就可以了 我们先用记事本 我们先用记事本 我把我所有的代码都放到这个地盘下面的 My Code就下面去 以前写过这个 我重新建一个文件夹 My Java 这个Demo 我把我Java的一些Demo程序 我都放到这里面去 好 现在我们先用这个最简单 最原始的工具来写一个 那么写完了过后呢 我有很多这个要交代的东西 就输到这里了 我用这个Ali Plus来写 我们一般的写程序的时候呢 要做一些注释 大家看 我都打了那个两个双杠 这次代表什么呢 这代表注释 何为注释呢 注释就是解释的意思 因为这个代码呀 你今天写了过后呢 你今天能看懂 但是如果你十年以后再来看呢 就看不懂了 所以说你要写一些注释 就是简单的写一下 写一下你的这个是干什么的 注释主要包括哪几部分呢 看第一个 一般来讲我们要带上作者 这个作者或者是编程人都可以 比如说是谁写的呢 顺序写的 但你把你自己的名字写好 第二个呢 就是功能 就他干什么的 咱写程序是干什么的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程序 干什么呢 在控制台 显示 Hello World 这些都是习惯啊 这地方我们以前在公司写的时候 都是要做一个强制要求的 必须要这么去写 但有时候呢 很难坚持 就是我说的习惯了 日期 什么时候写的呢 你可以写个2009年 多少多少月 自个写上 这个是什么呢 比如说是2009年1月1号 人自个写 好了 然后我就开始写代码了 Public Class 待会我会一个人的介绍啊 这是Public Class 代表什么含义 咱们得够说一下 这地方是一个组函数 这个组函数相当于是什么呢 相当于是程序的入口 我们都会这么去说 Public Public Stantic Void N数 ARGS 写错了 但写错了 它就不给你变颜色了 对了 这样我就说一句话 System.out.println 麻雀虽小啊 这个武藏俱全 它该有的都有了 我一个个的解释一下啊 首先看Public代表什么 Public代表公用的意思 这里面我一个个的解释 Public表示 这个类 是 公 共的 那么一句话就是说 一个文件中 一个 假网 文件中 只能有一个 一个 PowerlyClick 那 我说的是一个文件中 只能有一个 你再写第二个 第二个 那当然就 又又可以有一个了 第二个 Class代表 这是一个类 Class就是类的意思 表示 这是一个类 好了 这个Hello 这个Hello 就是类名 这个要有说法了 这个要有说法了 是类的名字 类的名字 这么有一个 必须要大家注意的 就是 类名 这个公有类的类名 公共类的类名 必须和文件名 怎么样 一致 好的 这些大家都应该是知道 这是我们所说的规范 你不要问为什么 他就是这么规定的 你不要问为什么他一样呢 那 那你就去问高斯林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大胡 你去问他 他为什么规定这样子 那找他去 如果你这个人不一致会怎么样呢 待会你都会知道 他是不能用的 他是不能用的 他如果不一样 他就用不了 他就用不了 就好像什么感觉 就好像我们这个电脑上 这个USB接口 他不一定是两个厘米宽 你要做一个 你要做一个那个鼠标 那个口啊 你是做了一个多少呢 你做个三厘米宽 你就插不进去 你不要问为什么 他规定就是什么 规范 好了 这个是函数的入口 但我们运行的时候呢 他首先啊 这个 这个 他怎么执行呢 他就会去找 这个内函数 找到了过路呢 他就开始从这一行 各位同学 他就开始从这一行 怎么样 开始执行 啪啪啪 就往下面顺序执行了 就往下面顺序执行了 好 这点大家知道 好 我们现在这个写完了过呢 我来给大家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执行语句 执行语句 而前面这个 System.out 就是什么呢 这个是他的一个包 这个是他的一个函数 好 后面我们一个个讲到 不要着急 接着现在我就要编译了 写完了过后 第二步我们干什么呢 编译 Hello.java 这个编译的命令 一般是 JavaC Hello.java 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看看怎么编译啊 首先呢 我们现在进入到这个控制台 切换到我们的DR 这个D 这个目录下面去 DRDR是显示一下目录和这个文件 那么CD到 My Java Demo 进去了 DR 果然发现了有个叫 Hello.java 这个东西 那么我就JavaC 待会我会解释一下 编译没有任何的问题 如果你没有任何问题 他没有提示任何的这个信息 就说明这个写的是正确的 如果他有信息提示 那么就说明有可能错误了 不相信我们来试一下啊 我故意犯一个错误 比如说我们破坏了他的规矩 我们写个Hello.java 那我保存了 我现在再去编译 大家夥看一下啊 他就会出错 你看他会告诉你 他说在第九行 为什么是第九行 我怎么知道呢 因为这是9 123456789的9 那Hello.java 是东工的 应该再名为Hello.java 的文件中声明 对不对 比如说明 我们刚才说的规范 那是 那不是说说而已 它必须要怎么干 必须要怎么干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怎么 有时候他这个有点慢 然后再保存一下 我们现在再编译呢 他又可以用了 他又可以用了 好故意犯一个错误 故意犯一个错误 好我们接着往下走 接着往下走 那编译完了过后呢 你必然要去执行这个程序呀 我们来看看 如何执行 这个程序 这就是个小小的程序 怎么执行的是 假网 哈喽 假网哈喽 不要不要带这个啊 不要带这个假网了 你直接就是 这个名字还得大家写好注意啊 直接写假网哈喽 就把这个类名写上就可以了 不要带其他的任何后罪名 不要带他任何后罪名 假网 如果不出所料的话呢 他就会打出哈喽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一句话 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说 在控制台这地方 这玩意儿 这机器老慢 有个神会 好 我们接着再往下看 那么我们把这个编译和他这个运行指令讲完了过后呢 我这有一个特别要交代的东西就是 我要用一张图来说明编译和假网 假网程序运行的关系 这个图蛮重要的 请大家来看一下 我相信不管哪一位老师讲假网 他必然会把这个图拿出来 当然这个图能是我自身画的啊 可能你在网上看到图跟老师画的不太一样 但是呢 他不管怎么画 都是要表达这个含义 他是怎么来的啊 请看 首先我们做假网开发呢 先是要写原文件 换言之就是说 我刚才写的这个东西 哪个东西啊 就这个就是我们的假网原代码 你可以把它叫做原代码 原程序 那么这个原代码是不能被执行的 计算机根本不知道你这个假网是什么含义 也就是说 大家看 我写的这些个东西通通是给谁看的呢 是给人看的 程序员能看懂 但计算机看不懂这什么意思 所以说他要运用一个叫假网编译器 即假网c.exe文件 把它编译成一个叫做假网字节码的文件 这个后网名是点class 那么你看 我们当我执行完这个程序过后 他会多出这个文件 你看我故意把它删掉啊 不要嫌老师啰嗦 因为这个呢 基础 呃有些时候确实是 你看啊 现在没有任何东西啊 没有任何东西 因为 有些东西没基础嘛 我慢点 你看没有任何东西 你看我执行一下啊 注意看 回车 大家会一看 他马上就多了一个这个文件 那换言之说 我们用了那个命令 让他生成了新的文件 这个文件就是我们的字节码文件 其实这个假网在执行的时候啊 呃 或者说计算机在执行的时候 他其实是找这个文件 而不是找这个文件 嗯 是这么一回事 那么有些东西 这个这个class文件 这个究竟是呃 什么样子呢 我们可以 这就是 世界码文件 我们来看一下 哎 怎么会说的 让我打开 我用记事本打开 你看不懂 你看啊 一对乱码 一对乱码 说这个东西 他已经不是用普通的文本文件了 啊 不是普通文文件 这是计算机能够解释执行的一些代码 那么我们接着再往下看他的顺序 当你有这个形成这个字节码文件过后呢 你再用这个解释执行器 就是我们的夹瓦.exe文件 将字节码文件加载到夹瓦虚拟机 完了 这地方又提出一个新的概念 夹瓦虚拟机这个概念又来了 夹瓦虚拟机这个概念又来了 这个夹瓦虚拟机是什么呢 用这个英文单词说这个他是JVM 可能有些同学听过 JVM Java Virtual Machine 就是夹瓦虚拟机 这虚拟机听这个名词啊 叫虚拟虚拟机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夹瓦虚拟机 是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照他字面理解 虚拟就是假的 机就是机器的意思 他虚拟了一个假的机器 为什么呢 你看啊 因为假的他是一个跨平台的 所以他用这个JVM就虚拟的一个硬件 他的这个就感觉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看啊 我们这儿假设假设我们这个执行的代码 是苹果苹果机器 那么这个JVM他就有一个责任 什么责任呢 他虚拟了一套 他能够就说他其实这个代码执行的时候 他不是直接任苹果机这个硬件 而是他自己虚拟了一套 在这上面虚拟了一个 就感觉好像在这个机上面 他虚拟了一 虚拟了一套自己的那个机器 这个就是我们说虚拟机 比如他在这个 他一看 哦 你是Windows操作系统 那么他就把这个Windows操作系统呢 又虚拟成他自个能认的这个机器 如果他一看是明明可舍 他又可以虚拟成什么呀 他的这个虚拟机 也就是他实际上是在自个的这个虚拟机上运行的 而不是直接在我们苹果机和这个Windows 在这个这个不是他其实不是在这期操作系统直接运行的 而是在他这个虚拟的那个系统上运行的 就这么一种感觉就跨平台了 就跨平台 就是达到一个跨平台的作用 就是这么一回事 大家要看一下这个顺序 是原文件 首先被编译成直接码 然后被解释执行 执行的时候呢 由加瓦虚拟机来达到这个跨平台的这个作用 是这样子 嗯换言之就是将来我们要给别人运行的时候呢 不需要给原代码 只需要把这个class文件交给 交给对方就可以了 明白这意思吧 就是说你不用把原代码给他呀 因为为什么你把原代码给他 那想一想 因为有些东西 你是保密的 你不需要你给别人用用就可以了 不需要把原代码交给别人 那太太危险了 你只需要把这个交给对方就可以了 当然了 这边又涉及到一个新的要解释的东西了 现在有很多这个 比如说以前有个叫小影编反编译器 他就可以非常轻松的 把这个class文件 反编译成原代码 那这里呢 要用到一个技术叫混淆技术了 混淆技术以后 大家有机会再去学习吧 就是防止他的反编译 你们在网上去搜一下叫小影反编译 他把这个文件一打开 他打开这个文件 就相当于打开这个文件 所以现在编译和反编译 永远是在不停的这个 这个斗争 你想一想 你能把QQ这个程序 反编译了 那是吧 那你这个级别要多高有多高 我这里面就是另外是编译反编译的一些小概念在里面 但理论上呢 如果说按套路出牌 这个人不出不使坏的话 你只需要把这给他就可以了 不需要给原代码 OK 咱接着往下看 咱接着往下看 好 下边呢 我们就要对这个Hello World程序进行一个改进 我们让它成为一个简单的加法 加法运算程序 但这些对我们有些同学来说已经很简单了 好 我现在接着 要不这样子 我们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